车站的仓库里 去 那个顺 这球王贝利 我不能说人家偷啊 那个时代 孔一几都说了 窃书不是贼 人家偷花生也不算贼 人家是为了足球事业嘛 他们很有办法 你知道吗 小伙伴一块进去了 就带着什么筒啊 什么各种各样的器皿 而且身上的口袋 也是装花生的器皿啊 当时他们到了这个仓库里之后 拿刀一划 哎呦那几麻袋 多少麻袋的花生 就像潮水一样涌出来了 装的浑身都是啊 然后扛的扛 挑的挑 那没被抓住吗 没有 你想趁着夜色 夜色就是一个非常好的 然后呢 把这个花生拿出去 卖了 赚了一些小钱 还想再回来 我觉得这一点 孩子们就不如我们聪明了 是吧 他们太单纯了 对我们就不可能 让自己的脚 第二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换了周群 打死也不会 第二次再重新聚累仓库 我发现仓库管理员 本来就恼羞成怒了 现在一看 好家伙还敢再来 他叫守库带贼 那个时候可能物质上 也不是特别的宽裕 也挺紧张的 然后你少了那么 几麻袋的花生 人家守仓库的 肯定也有损失 人家肯定也一着急 一上火 干脆 我就得好好看着 这个地方 每天躲在那 最后发现 他们真的又来了 一帮小孩来了 冲出去了 没想到贝利跑得快 你想他踢球啊 一百米赛跑的速度 终于逃出了 那谁的魔掌 但是后来呢 贝利就再也不敢去 仓库偷花生了 这个计划呢 也暂时就算搁浅了 但是换来的这些钱啊 确实让他们 为自己的足球队 添了一些行头 比如说这个球衣 虽然不是正规的球衣 是我们通常说的这个 穿在外面的那个背心 那叫坎儿 对对对 还买了短裤 包括买了一个皮球 那应该不叫足球 叫皮球 他没有内胆 那也不叫皮球 那应该叫气球 关键里面都是气 由于他的出色表现呢 贝利就被推选为 9月7日足球队的队长了 那么球王贝利 那时候叫孩子王 孩子王贝利 这个贝利这个名称 是他的真名 还是他的绰号呢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回来 我们接着说 垂直1080像素 完美高清呈现 07版9系列 日历全新高清等离子 璀璨登场 HIT 起 夏天喝冰凉的露露 清新润肺 去烦躁 心情好 野生性人 植物蛋白 独特营养 让家人更健康 每天要喝露露哦 给健康添活力 秀才 美女 青梅除酒 论尽天下英雄 汤姆 汉克斯 萨玛兰奇先生 亚当斯 才子 家人 校团古今中外事 就有了 架科冲乐队哦 停机一动 拿起画笔 一下就勾勒出一个可爱的鸟水 翻越日历 不亦乐乎 广告回来我们来说说贝利这个名字啊 贝利这个名字呢 其实是它的绰号 它的真名呢念起来有点绕嘴 我必须得拿着卡片来读啊 叫爱德松 阿兰特斯多纳西门托 好长啊 还是叫贝利德了 贝利他自己的名字叫爱德松 说起来还有点来历 在贝利出生前不久 他爸爸住在那一块地方 刚刚通上电 可以用电灯了 为了纪念电灯泡的发明者爱迪生 于是就取了这个名字 其实爱迪生的名字拼写是 Edison 但爱德松的拼写方法是 E-D-S-O-N 在D后面少了一个I 这样的话读音就变掉了 贝利出生以后去登记户口啊 结果办公人员 不但把他的名字给弄错了 而且把他的出生日期都给写错了 写成了10月21号 实际上是10月23号 刚刚恩太给大家介绍的是 一特长的真名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贝利这个绰号是怎么来的 也有几种说法 首先呢第一种说法 就是贝利的父亲呢 当时在足球队里踢球 他们的队员呢 有一个叫比来的 每一次呢 贝利去看爸爸踢球的时候 都站在这个球门后面 这个比来呢 就是一个守门员 当他做出漂亮的铺就的时候 贝利就会大声的喊道 好样的比来 太棒了比来 加油啊比来 但是由于他年纪太小了 这个发音啊 不是太标准 喊比来的时候 听起来就像 贝利 最后大家就把这个 你说的特长的这个人 叫成贝利了 这是第一种说法 说绰号的由来 第二种说呢 贝利的一个小学同学 当时也是开玩笑嘛 小时候咱们都有绰号 就给贝利起了一个绰号 就叫贝利 因为在葡萄牙语里呢 这个贝利的发音啊 其实它的意思是 有一点类似 婴儿学化的声音 哎呀 贝利听说之后 这倍数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啊 把这小学同学 爆催了一顿 老师知道之后 后果更严重了 想了一个非常古怪的 惩罚贝利的方法 让他跪在一个 满是豆子的地方 哎呦 哎呦 你说这膝盖多疼啊 亏得贝利 这膝盖的皮厚啊 他跪在上面 这膝盖 一点损伤都没有 而且我估计 就从那时候开始啊 锻炼了他的脚法 你说这么艰难的 这种惩罚 都打不倒他 压不垮他 天将将大任于私人 也必先苦其心志 后来别的同学发现 每次叫贝利 这个绰号的时候 他都特别生气 特别恼怒 哎 同学就是这样 你越不高兴 我越叫你 你越不开心 我越喊这个绰号 最后贝利 这个绰号就传开了 当然了 人家已经退役了 退役之后 人家进入了政坛 担任了巴西体育部的 部长一职 同时担任了 国际足联的大使 到世界各地去宣传 普及足球运动和文化 他肯定是心里能理解 这样的一个想法 足球要从娃娃开始 他小时候就是孩子王 能够拉着那么多人一块 去组织球队 你说现在还可不得 去抓一抓这种文化意识 儿童的那种足球意识 你说呢 这贝利还有一个特点 长了一只乌鸦嘴 一张乌鸦嘴 八卦嘴 反正说什么什么不灵 因为作为一个 这个 也不是政界要人 足坛要人 他的话语权 还是跟别人不一样的 别人会相信他说的 但是呢 这么多年下来 发现他每次预测 哪些球队会赢 都赢不了 就是成了著名的乌鸦嘴 据说失败率达到了 百分之九十多以上 他也挺不容易的 专挑那些 不会获胜的球队去说 所以有网友评论呢 这个贝利嘴下 是鸡犬不留 寸草不生 哎呀 贝利又不是山羊 他嘴下流草干什么 那是什么意思了 其实我认为 这位网友的意思就是 贝利明明是一颗原子弹 把整个足球界都给炸翻了 好 那下面是我们的 莉莉在目 莉莉在目 嗯 前面我们谈到了 贝利谈到了足球 足球是巴西的国粹嘛 哎 我们接下来 要说另外一个国家的国粹 西班牙的国粹 斗牛 但是这个场地啊 它不是在西班牙 是在上海 我们来看一下 在2004年的10月23日 在上海的杨浦体育场 有一场别开生面的 斗牛表演啊 对 大家看到 其实这个牛和这个 斗牛市在一块的时候 觉得很有异国风情 但是看到后面那个字 咱就知道 在中午 我去了 这个这次我去了 你去 在拍50外传之前 我在那现场看过了 所以我可以来聊一聊 这一般来说啊 斗牛比赛是分为几个步骤的 嗯 先是长矛穿刺啊 然后呢 那就是斗影 然后呢 是上花镖 最后是刺杀 把他直接刺死 哎 长矛穿刺呢 就是有一个长矛手 骑着马 拿那个长矛去刺这个牛 为了怕这个马啊 看见牛害怕 特意还把这个 马的眼睛给蒙上 怕他受尽而逃嘛 然后上花镖 上花镖就有一点难度 就是花镖手 在没有任何保护的情况下 要把六只花镖 刺在牛的身上 最后一个部分 就是刺杀了 但是那一次 就这次这个 呃 现场的表演呢 因为要适合一下 中国的国情嘛 担心咱们中国观众 受不了这种血腥的场面 就把每个环节 都做了一些改动 尤其是在最后一个环节 刺杀的时候 呃 只是象征性的去刺杀 呃 我觉得是挺残忍啊 呃 反正我们比较牛性化一点呢 就是表演精彩就可以了 不一定要刺最后这么一下 人性化的另外一面叫牛性化 好恐怖哦 要照顾牛的性格嘛 但是我想在西班牙 就不可能是这样 因为是他们的传统 对 我们来看下面一张照片啊 嗯 哦 天哪 很多人都在 哪一个是你啊 你指给我看看 呃 我应该是在 这边的这个方向 而且这个 呃 当时这个场地 会有一个 攻这个 斗牛市 躲避的地方 因为怕 他们受到危险嘛 他们会 呃 躲在这个 专门的那个 护栏里头 嗯 好了 我们今天的 莉莉在目 就说到这儿 哎呀 我都回不过味儿来 我觉得还是挺残忍的 挺恐怖的啊 好了 感谢各位收看 我们今天的节目 那么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与您准时相约 再见